各位朋友大家好 当古人开始仰望浩瀚的夜空的时候 神就诞生了 当然了 这里说的是那些人造的神 虽然是同一片夜空 但不同的人会创造出不同的神 古罗马人和我们的先人一样 都是喜欢仰望夜空 喜欢思考的 古罗马人和中华先人的地理环境发展历程各有不同 所以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 而这种民族性格折射在夜空之上 也就造就出了不同的神 比如说古罗马的小爱神是丘比特 是一个有时候喜欢胡闹的一个小屁孩 而在中华文化中负责搭设着爱情之桥的 则是一位老城持重 鹤发童颜的老人 岳下老人 所以丘比特爱情之间下的爱情是那样的无拘无束 是那样的纯洁 快乐 但是呢 又让人觉得有些不靠谱 有些恶作剧 有些不负责任 而岳下老人红线牵引之下的爱情 则首先是要有家中老人的介入 是要有父母之命 心中砰砰跳的感觉 这样他们就会有了爱的冲动爱的刺激 如果他们一直没有等到这支剑的话 那么 再多的邂逅也无法成就爱情 这恐怕就是古罗马的谚语中所说的 百文不如一件 而月下老人将红绳系在青年男女各自的脚上 这一点就明白无误的告诉你 婚姻是什么 就是一起跌倒 一起奔跑 或是我们文人笔下的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说起这月下老人呢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小故事 相传古时候有个人叫韦顾 有一天呢 他看到一个老人在那里翻看着一本无字的书 他就上前询问 说老人家您看的是什么呀 这个老人说 这本无字天书就是鸳鸯谱 世间所有人的婚姻都在上面 都已经是注定了的 韦顾就好奇的问 那上面有我的吗 月下老人说 有啊 然后对他指了指 是站在不远处的一个卖菜的老婆的三岁的女儿 说看到那个女孩了吗 14年以后 她就是你的妻子 韦顾远远的看了一眼 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长得确实有点菜 然后他就问月下老人说这能退吗 月下老人说 final sale 不退不换 韦顾不满意这个既定的婚姻 于是他就让人去刺杀这个女孩 14年以后 韦顾结婚了 在他掀开新娘的盖头的一刹那 发现了新娘头上的那条伤疤 新娘告诉他 这是他在小的时候被人行刺留下的 这个女孩还是那个卖菜老妇人的女儿 这就是发生在月下老人背后的一起 谋杀尾随案 古希腊古罗马的神与中华民族塑造的神 还有一点也有很大的不同 古希腊的神都是一些人性化的神 这些神从来都不是人 他们生来就是神 或者是半人半神 他们虽然不是人 但是却拥有了人身上所有的优点和缺点 所以呢这些神有时候让我们看起来呢 就有点不那么庄严 不那么让人肃然起敬 他们做的那些事 有时候都让我们觉得 这哪是人干的事 而中国人所敬拜的神 大都是那些被神化了的 充满了神性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曾经都是人 曾经都是我们的先祖 那些有大能力的人 比如说贡公就成了水神 而祝荣则成为了火神 他们都曾经在地球上真实的生活过 有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成长轨迹 他们的名字一定会经常出现在史书之上 比如说皇帝啊 炎帝啊 赤油啊 王孝文呢 王孝文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他是我以前的邻居 在我们小区里也是一个大神 所以神并不是我们祖先的来处 而是我们祖先的去处 地上的中国人一直传颂着祖先的英明 祖先的能力也在他们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之中 这个能力在这个传颂的过程中 也会不断的被放大 放大到了人力所不及的地步 自然他们也就成了神 这可能也就是所谓的传神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这些神他们真的都曾经在地面上生活过 那么他们的事迹一定会留下痕迹 这也就是历史 如果我们能够一层一层的剥去 他这些事迹的神奇的外衣 或许就能够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 这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历史的神话中 还原神话中的历史 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的背后 其实都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后裔摄日 一说到后裔摄日 可能就会有朋友纠正我 说不是后裔摄日 因为大裔摄日 大裔与后裔是两个人 怎么说呢 这个也不能算错 应该说是我们所看的历史资料不大一样 在先秦时代 不管是屈原 孔子 孟子 他们都认为后裔与裔是一个人 而只是到了西汉时期 郭普才将后裔与裔分开成了两个人 考虑到先秦的文献呢 在时间上更靠近那段历史 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两个人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人 而且在后面我也会谈到 裔与后裔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后裔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人物 而裔不过是他神话以后的名字 据《山海经》记载 帝群赐翼同宫肃称 以伏下国 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件故事 或者说是一件事故 翼射九日 落为沃礁 意思呢就是说帝群赐给了翼红色的宫和白色的剑 让他去帮助下面的百姓 翼下来以后呢发现最祸害老百姓的就是天上同时出现的这十个太阳 本来他们应该每天只出来一个 但不知怎么 这十个太阳突然搞起了团剑 一起出现在了天空之上 这下老百姓就被祸害了 气候炎热河水干枯 老百姓也是民不聊生 怨声载道 后来后裔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 一怒之下就用帝群赐给他的弓箭射掉了九个太阳 这九个太阳落到地上 地面也是一片焦黄 神话故事咱们先说到这儿 现在呢咱们就要抽丝剥茧的分析一下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 咱们先来说说帝群是谁 帝群是一个只见于山海经的人物 在山海经中他地位崇高 无神可比 但是在后来的史书中却消失不见 那么帝群到底是谁 在甲骨文中发现了高祖群这三个字 当时王国为先上就认定高祖群指的就是帝群 他就是商人的始祖 帝群又叫帝郡 也有人认为帝郡就是帝库 商人又是什么人 商人是东夷人 那也就是说帝群是东夷人的始祖 这里要说的一点是东夷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名称 是那时候生活在中国的东部和东北部以及淮河北岸的各个部落的人们的总称 所以东夷与西腔一样是一种基于地理位置上的部落联盟的称呼 有些学者认为商人是起源于中国东北部地区的红山文化 他们也是东夷人是东北夷 东夷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善于射箭 夷字就是一个人背着一张弓的意思 这个以前我们讲过 顺便说一下 现在的有些朝鲜人也认为他们自己就是东夷人的后代 这话不能说全错 但是也不太完整 应该说朝鲜人的祖先中的一部分是东夷人 还有另外一大部分是当年生活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三寒人 朝鲜半岛上居住的人有东夷人的血统 这一点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在商朝末期姬子就曾经被封在了朝鲜半岛 这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姬子朝鲜 而姬子本人是具有商朝的王室血统 他是商咒王的叔叔 那么他将东夷的文化带入了朝鲜半岛 这应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也就难怪现在的朝鲜人还是非常的擅长射箭 很多届的奥运比赛上射箭都是韩国人的金牌大户 现在的有些朝鲜人不光是擅长射箭 而且还擅长射火箭 据说还射的特别的准 打哪儿 指哪儿 那么帝群这么一个在山海经中至高无上的神 为什么到了后世的史书中却消失不见了呢 这其实也很简单 天上的神的命运和地上人的命运是修起相关的 东夷人所敬拜的神随着东夷人所代表的王朝商朝覆灭 他们的神自然也就降下了神坛 而被取而代之的当然是得胜者的部落所尊奉的神 那就是羌人的始祖皇帝 而到了汉朝时期刘邦统一天下 这时候东夷人遵从的凤文化与西腔皇帝一族遵从的龙文化 二者融为一体就形成了早期的汉族 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将上古的那些先祖或者说那些神们重新排列 把他们定为一系 胜利者当然居于最高位 而东夷人的代表帝群或者说帝库竟然成了皇帝的后裔 当然了在这点上我们并不应该责备司马迁 这应该是一种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 古希腊的神话中的众神也在后来被编排在了一起 帝群既然是东夷人的始祖 那么他所派遣的勇士后裔自然也是东夷人 而且后裔也是特别擅长射箭 那么后裔射落的又是谁呢 后裔射落了九个太阳 在神话中就是九只鸟三祖鸟 又叫乌 这九只鸟不是外人 都是帝群的儿子 这九只鸟是有特别的含义的 大家知道东夷人崇拜鸟 玄鸟生伤的故事大家一定不会忘记 所以这九只鸟实际上是代表着九个东夷人的部落 而这九个部落很可能是与帝群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的部落 那么历史中的后裔又是什么样子呢 据先秦时期的史书左传记载 后裔是夏朝时期有穷国的国君擅长射箭 后来他凭借武力征服了东夷的十个部落 还有六个外族的部落 在神话故事中 后裔除了射落了九日以外 还杀死了地上的六害 就是六只祸害人间的怪兽 这六只所谓的怪兽也就是历史上的六个外族的部落 所以说后裔是统一了东夷部落 成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现在在山东省的日照市历史上还存在过一个十日国 或许与此有关 那么再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咱们再回到神话故事中 因为后裔射杀了帝群的九个儿子 所以帝群怪罪下来就剥夺了后裔的神仙的身份 让他与他的妻子嫦娥永远成为一个凡人 凡人是不能长生不老的 凡人也不能飞上天 后裔还想恢复他以前的身份 所以他就去找了西王母 这次西王母还特别的大方 给了后裔一枚丹药 据《山海经》记载 西王母手中掌握着历代君王趋之若乌的东西 就是不老神药 据说他是命令他手下的巫师在昆仑山上炼制出来的 历史上据说姚跟羽都曾经拜访过西王母 周穆王当然也去过 他们去拜访西王母的墓地 肯定不会是单纯的想听西王母唱忐忑 最主要的可能都是为了这个不老神药 但西王母有没有给他们 或者说他们吃了以后有没有效果 这个就很难说了 但《山海经》明确的记载 后裔确实得到了这个药 据说使用这种药半粒就可以长生不老 而如果吞食一粒的话 就可以升天成仙 后裔将这枚药交与自己的妻子嫦娥保管 嫦娥不知出于何种目的 竟然自己吞食了整枚丹药 于是嫦娥就这样发射了 而不是升天了 被妻子背叛的后裔是万念俱灰 他对女人再也没有了信心 直到他碰到了他生命中另外一个女人 就是洛神 洛神又叫福飞 据说是福西氏的女儿 后来嫁给了何伯为妻 何伯也就是我们讲过的周穆王那期中 何宗氏的先祖 后裔见到洛神以后两个人很快坠入了爱河 这自然引起了何伯的嫉妒 何伯就化身为一条恶龙专门祸害何两岸的百姓 后裔大怒一箭射杀了何伯的一只眼睛 何伯不服将官司打到了帝群那里 帝群大概是觉得以前对后裔的惩罚太重了心有愧疚 所以呢他这次就没有惩罚后裔 而且在后裔死后还封他为宗布神 宗布神是管理幽冥鬼府的万鬼之神 咱们再来说说嫦娥 刚才我们说到的嫦娥抛弃了自己的丈夫独自升天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是出自于汉朝以后 是出自于淮南子一书 在最早的史料中比如说先秦的文献《归藏》中 嫦娥可并不是这个样子 在《归藏》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西者横我嫦娥妾勿死之药于西王母 扶之以月视为禅除 就是说嫦娥是从西王母那里道得了不死之药 然后飞向了月宫变成了一只禅除 禅除这个形象与后来嫦娥美女的形象 那可是差别太大了 好好的一个美女怎么就变成了一个癞蛤蟆 这点我相信很多朋友难以接受 不过禅除在古人的心目中地位一点不比美女差 在古人甚至不光是中国古人 包括埃及人 在他们的心目中禅除都是生育之神的象征 因为禅除能生啊 而月亮在中国史书中又被称为太阴 月亮的周期又与女性的生理期暗合 所以月亮也好禅除也好 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都是象征着生育 那么月亮上的嫦娥那只禅除 也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生育之神 到了汉朝以后 嫦娥才成了帝库的女儿后裔的妻子 这些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汉朝以后对各路神仙重新整合的结果 我们再回到地面 回到历史中的后裔 后裔统一东一部落的时间应该大致落在夏后起的年代 夏王起去世以后 他的儿子泰康继位 泰康不理国事经常是四处游玩 后来后裔就集结兵力在落水之盼截住了夏康 让他不能回国 后裔由此夺得了大权 据后汉书记载 夏后是太康师德 宜人使叛 在神话传说中 后裔是从何伯的手里夺得了福飞落神 而在历史上 后裔则是在落水之盼截住了夏后起 夺得了夏朝的大权 驱逐泰康的过程在历史上被称为泰康师国 夺得了大权的后裔将泰康的弟弟仲康立为了夏后 这里说一下 在夏朝后就是后来的天子皇帝的意思 夏朝称后 商朝称帝 周朝称天子 秦以后称为皇帝 这些都是最高统治者的意思 后裔在扶持仲康做傀儡皇帝期间 有一股支持仲康的政治力量 他们的首领叫伯锋 后裔后来用武力征讨伯锋的部落 并且杀死了伯锋 伯锋的母亲叫玄妻 又叫纯胡适 据说他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非常的迷人 后裔见了以后目其美色 就将玄妻收为了自己的女人 后裔杀死了玄妻的儿子 却将玄妻变成了自己的枕边人 后裔真的是不怕自己会做噩梦啊 再后来仲康去世以后 传位给了自己的儿子相 这时候后裔已经难耐不住了 就干脆杀了相 自己登上了王位 这个过程在历史上称为东夷乱下 后裔本人也不善于治理国家 他像夏后起一样贪图享乐 而且他还重用了一个自己不该用的人 叫韩卓 韩卓处处逢迎后裔 赢得了后裔的信任 而且韩卓还借后裔之手 杀了很多贤良的大臣 在后裔的不知不觉中 韩卓已经逐步掌握了大权 而且他还一再的讨好后裔的妻子玄妻 玄妻本来就恨透了杀死他亲生儿子的后裔 这样很自然的 他也就投入了韩卓的怀抱 最后韩卓与玄妻联手 在后裔打猎归来的途中 杀死了后裔 据史书记载 韩卓是用一根桃木大棒击杀了后裔 刚才在神话故事中我们提到 后裔是被封为宗部之神 就是掌管万鬼之神 鬼王 而韩卓杀死后裔所用的武器 恰好就是一根桃木的大棒 据淮南子记载 棒大杖以桃木为之 以击杀意 有史以来鬼为陶也 历史与神话在这一点上不经意的又暗和了一番 而后来桃木辟邪的传说大概也是出于此 韩卓终于如愿以偿的登上了这个最高的王座 以前的夏浩相在临死前还留下了一个儿子叫绍康 后来等到绍康长大以后 他集聚了以前夏朝的旧部 起兵反抗韩卓的统治 并且杀死了韩卓 重新恢复了夏朝的九州天下 这在历史上就被称作绍康中兴 夏朝又重新回到了大宇的子孙手里 而大宇又是什么人呢 大宇出于西枪 他是枪人 所以从太康失国到绍康中兴 这段时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东夷人与枪人对最高权力的一场角逐 最后邵康抓住了东夷人内部的不和 重新夺回了统治权 这场东夷人与枪人的殊死斗争 并不是他们两大部落联盟的第一次交手 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实际上这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 基本上是贯穿了整个先秦历史 这方面的内容又很多 时间关系也不可能在这里展开了 这里就先挖一个坑 咱们找时间再说 韩卓也是出自于东夷部落 他的老家是在现在的山东围坊 那里有一个古韩国 韩卓后来娶了纯胡氏为妻 他在他的故乡韩国中建造了一所宫殿 让纯胡氏玄妻来居住 这座宫殿就叫做古韩宫 而嫦娥飞去的月亮还有另外一个称呼 叫广韩宫 而神话传说中 嫦娥就是在古韩国中灼河的这个地方 岂非升空的 而不是升天的 关于嫦娥升天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是说嫦娥当时也是迫于无奈 后裔曾经收了一个徒弟叫庞蒙 这个徒弟的剑数也很高 天底下只有后裔才能超过他 有一种说法呢 是庞蒙最后杀死了后裔 自己成了天下第一的剑手 还有一种说法更为普遍 说在后裔不在的时候 庞蒙想抢夺嫦娥手中的不老药 无奈之下嫦娥才吞食了整片的仙丹 这样就升了天 由此可见嫦娥并不是不顾恋与后裔的感情 她只是在无奈之下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 不管哪个版本 庞蒙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而从她的身上 我们分明又能看到 历史上的寒酌的影子 其实不管是出于哪个版本 嫦娥最终的命运都是悲哀的 虽然她最终成为了神 可以享受众人的仰视 但这一片皎洁背后的阴郁重重 即使是地上的人 也同样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才会有了李商尹的这首诗 《云影屏风 竹影深 长河渐落小星辰》 嫦娥英悔偷灵药 碧海青天 夜夜心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c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